美国总统拜登为了争取关键摇摆州选票 周三来到威斯康辛州造势 一开口就狂轰对手川普 造势地点经过精心挑选 因为这里就是2018年 川普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合体宣布鸿海投资案的拉星距 拜登大算川普当时大动作 带着精产来到这里动途后 至今却什么都没有盖成 拜登说这市场骗局 是因为郭台铭在2017年 宣布要在威州的投资 结果最后只投下6.72亿美元 提供1000个工作 等同跳票 拜登也加码宣布 微软会在富士康工厂的原址 豪杂33亿美元设立AI数据中心 除了拜登以外 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也在国会作证时 谈到台湾的护国深山台积电 雷蒙多点出目前美国有92%的先进晶片 都是跟台积电购买的 如果大陆武力犯台 台积电落入北京手中的话 恐怕将重创美国经济 TVBS新闻 尼佳慧张正安 美国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